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今天带着2017年华小特别拨款支票 移交给霹雳108所华小以及17所国民行中学 其中华小一共获得501万令吉 国民行中学则获得276万令吉拨款 自从2012年开始到2017年这个特别拨款 霹雳州总共拿了4595万 而华中自从2012年到2017年总共拿了2728万5000 那么希望各校拿到这个款项过 尽快能够进行这个维修和提升的工作 甚至这个学校的长假是最下当来做这个工作 张胜文指出自从手下拿都斯里纳吉担任财政部长后 就不间断拨款给政府资助学校 当中霹雳就有很多政府资助华小 每年都获得政府拨款 可见霹雳是我国华教的堡垒州 另外张胜文透露 纳吉在1996年担任教育部长时 废除了教育部长将华小改为国小的权利 还造就了跨州办校 不但让我国华教顺利发展 还解决了部分州属华小不足 学生过多的问题 而如今一些地方的华小 因为人口结构问题而逐渐变成微型华小 只有搬迁到其他有需要的地方 才能延续学校的使命